我们上节课讲了这个判断句 判断句这个结构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现在这个股价已经建立起来 就是所有的判断句 理论上你都可以说了 你只是不会说那个满文词而已 这个方法怎么解决 就是有各种字典 手机上有这个电子字典 网络也有在线的词典 还有指示板词典 对吧 它可以查就能查到 啥是啥啥啥 这个句子可以无限的这个 这个这个 拓展和发展 我说这个学校是我的 这个房子是我的 都可以这个 靠到这个判断句句句形中 也就是这个句句形你记住 基本是万能的了 它是万能药 其余大家需要做的 就不需要我教了 这是积累词嘛 积累词这不需要教 就是慢慢的 如果大家在教学过程中 今儿就认识俩 没人认识他 时间长了也就 也就认识得多了 我们接着说一下 另一种句形 也非常简单 就是它的结构都很简单 我们现在 既学结构 又慢慢积累一下词 而今天用的词 学这些句型用的词 主要都是用 主要是用我们 之前学过的 或者提过的一些词 即使是新词 也是非常常见的词 第二种句型 叫存在句 存在句你们可能也 接触过一些 存在句吧 它有这个两母 说出来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 在哪哪 有啥啥 是不是就是存在句 学校里 有学生 口袋里 有钱 脑子里 有水 这都是存在句 存在句 这是肯定存在句 你对它进行否定就是 在哪哪 没啥啥 对吧 肚子里 没知识 口袋里 没有钱 对吧 脑子里 没数 这都是那个 存在句 否定存在句 那么 这肯定存在句 和否定存在句 进行提问 也很简单 在哪哪 有啥啥吗 或者在哪哪 有啥啥呀 这种问 对吧 你脑子里有水呀 你看 这就是一个存在句的 疑问式 对吧 那个 在哪哪 没啥啥吗 你没钱吗 在你这儿 没有钱吗 对吧 然后你再回答 没有 是没有 所以存在句 这个句型是这样的 说 我用假语吧 假表示 地点 以表示 存在物 存在和有是啥 这个 有啥啥啥啥 有是什么 币 是币 币既是我 也是有 那个 有是币 其实啊 这个币是一种 简体形式 它有一个完全体的形式 其实是这个动词 叫做什么 昨天作业里边有 拼比 拼比是它的一个完整形式 当然我们先不提这个东西 不说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他 因为常用的就是他 假是地点 假 这念啥呀 得 是吧 搭得第一个 得 这个得呢 是一个 我们将其称为这个 实位格助词 或者方位格助词 或者语位格助词 你甭管它叫啥 格助词 它 类似于 借此 在 它表示 位置或方向 与前面这个 构成一个 状语比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 相当于英语的 因啊 at啊 因和at 是不是都表示 在哪哪哪 是吧 它除了表示在哪哪哪 还可以表示方向 向着哪哪哪 也就是它 它同时 等价于英语的什么 in啊 at呀 on啊 还能表 用你表方向 用哪些词来的 to 对吧 to 表方向也是用它 所以我们 可以把叫方位格助词 所谓的方位格助词 就是方向和位置 方向就是to 向着哪哪 位置就是在哪哪 在里边 在外边 在上面 全是它 全是得 反正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甲的 就是在甲处 在甲处怎么着 以 必 有以 在甲处有以 在甲处有以 这个 举例子也很简单 刚才这个大家说 学校里 有学生 学校里 怎么说呀 在学校 就是 在甲处有以 在学校怎么说 学校是啥 要记得加标点 考试考试 考句子 没有标点 跑一半分 如果一个句子二分 没标点 就变成 你就只有一分了 然后你再写错点 又给你跑在那 所以要注意细节 重要点 这是一个句子 学校里有学生 对吧 甲处有以 这个字母不太过关了 晚上还是继续看视频 把平时咱们写的东西 多写一写 多抄一抄 速度也很重要 我们达段时 不可能用转型的 全是传统版面 甲处有以 大概难度 可能最简单的 就是这种东西 就这种事情 甲处无以 怎么说呀 甲处没有以 还是在甲处 甲处怎么着 没有是啥的 阿处 阿处 那没有以呢 阿处以 以 阿处 对吧 这是甲处没有以 甲处没有以 甲处没以 我说屋里没人 屋是啥的呀 包 就屋里 在屋里 就不用捣捣了 别捣捣了 我不是想要用用得的吗 就包得就可以了 包得就可以翻为屋里 也可以翻为家里 都可以 房子家都是他 包得没人 家里没人 或者屋里没人 这是这个 否定存在句 说一下 这个包得呀 有时候这格处词 可以与强谈的名词 联系 比如说 包得如果联系的话 就写成这样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看到这种的时候呢 你也别太这个 困惑 它是包和得连起来了 就是包得 可连写 可分写 我们现在就把它分开写 清洗一下 包得娘妈 就是屋里没人 家里没人 那 我把它进行 疑问化 这第一个句子 甲处有以 进行疑问化 甲处有以吗 应该怎么说呀 我们就加疑问后坠 当然你加疑问词 no也可以 就是甲 甲的以 比no 但是我们 讲这个时候 不说那个no 那个no比较 要low 比较低端 那个这个 口语话很重 那甲处有以吗 加疑问后坠 加什么 那个呜 应该变成什么呀 甲的以怎么着 有吗 比 加个呜吧 呜 呜 听不懂 呜 就是 口语中的 bino 我里有人吗 包得娘妈 bino 甲处有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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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着他这 哦就说成标 不是标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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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造个句子 说 学校里有老师吗 学校里仍然是塔吉伏德 是吧 在学校嘛 有老师吗 先说老师 塔吉伏德 这个塔吉伏德 也是近代的一个新词 教学的人 以前清代把老师叫什么呀 直接称呼的话 写一下 还有意思 H outlined 耀奇伏德 他们和牙太金把 下午 上午 斯 儿子 聖学 塔吉不 除辞 大 Zeit 不 這是教師嗎 這個塔吉布希是近代的一個新詞 表示教書的人清代把老師稱為什麼呀 漢語叫什麼呀 漢語清代把老師叫什麼呀 對,有先生,還有嗎 先生就已經非常尊誠了 其實還有一個詞叫做師父 也很尊誠 在這個學堂中 把這個人稱為師父 是一種尊誠 現在不是 現在幹啥的都是師父 師父,拿去 師父,讓 那是師父 在清代白語中有一個詞叫做這個詞 師父 師父 師父其實就是師父的音譯 師父的音譯 有文化的人 或者有德行的人 都可以稱之為師父 這個比如說和尚 老師父 也是師父 那在清代的學生是啥呢 跟師父相對的 那個叫 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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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是不愛情的 清代這種教育體制 跟咱們這不太一樣 師父徒弟 這個更像那個 你出家去找師父去當徒弟 更像那種體制 那個知道就行 知道就行 所以 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 第四個 就是對否定的存在句 這個存在句 進行疑問 就是 甲筆 沒有乙 嗎 甲筆 沒問題 甲得 乙也沒問題 沒有嗎 這個時候 給阿庫 聽我說 是吧 阿庫是沒有 沒有嗎 不是家屋了 那叫什麼 可以 可以 統一的 剛才所有的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說那個NO 所有的都可以加NO 對吧 它是一個語氣詞 因為語氣詞 阿庫NO肯定沒問題 我們現在是說 它自己的去著變化 自己的磁型變化 變成它的疑問式 阿庫 以庫結尾的這個詞 它的疑問式也很簡單 我寫一下 加那個什麼呀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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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疑問式 這就是沒有嗎 不在嗎 沒有嗎 阿庫變成阿庫 所以說 甲筆 沒有乙嗎 甲得 乙 阿庫 對吧 甲得乙阿庫 其實就是甲得乙阿庫 甲筆沒有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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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天上 沒有星星嗎 卡不卡 在天上就是 星星是啥的呢 五西哈 五西哈 这就是天上没有星星吗 这句子多好呀 你以后可以 查查字典 你的心里没有我吗 对吧 这就非常浪漫的 这个一句话 那么景当山有一首歌 讲到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只在学个只有就行了 表示指的那个 这个都会说的 天上没有星星吗 好玩吧 好玩吧 来,抬头,我们把这几个句子读一点,要更准备,读一遍。 好,他几乎的,不是他几乎,是那个,紧原音后面的,是吧,阳性的K。 。 打架的打架的 鲍乡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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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的 Tachikuda, Tach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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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hibu. 比如交流的时候可以直接用诺,对吧?Tachibu, Tach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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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hibu. Ak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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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kun 也不擦 我们同时要说另一种存在句 我这是某处有矣 还有一种存在句就是 这是甲处有矣 说明什么呀 矣在甲处 表达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其实事是一个事 甲处有矣 我说教室里有学生 其实就是学生在教室 好了我们把学生 把这个存在物作为主语 这个作为这个话题 提到前面去 那甲处有矣 那矣在甲处怎么说呢 就是矣 矣怎么在甲处 应该说成甲处在 对吗 重词放后边 是不 就是矣 我离远点 矣怎么在 甲处 闭 矣在甲处存在 对吧 就是矣 矣在甲处 它是一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变体 对吧 矣在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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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方写 那矣不在甲处怎么说呀 矣在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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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甲处 矣在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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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甲处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说了,你打电话,你妈呢?如果我妈不在家,这不就会说了吗?你妈在哪里?我妈不在家,很简单。 以不在假处。那我们对第一句进行疑问话,以在假处进行疑问话,叫以在假处吗? 怎么说呀?以假的比喻,是吧?或者是比喻,以假的比喻。你在假处吗?就是你爸爸在家吗?你说不在,我爸爸在学校。你看,好多句子应该都会说了,你不信你不信你研究研究一下。 你在假处吗?那你不在假处吗? 以假的阿坤,以不在假处吗? 以假的阿坤,以不在假处吗? 对吧? 对吧?你打个电话,说,老三,我到你家门口了,你给我两根黄瓜吃吧。 结果老三说了,那个,我没在家。 说,啊,你不在家呀。 好了,这就因为事就来了,对吧? 你不在家呀。 你不在家呀。 以假的阿坤。 看你们的舒畅劲儿,特舒畅。 你不在家呀。 那是雪道同情的开心劲儿。 这种特别的满足感,看不出来。 我們用學過的詞,把這幾個句子稍微的造量簡單的。 這是以再加處。比如說,我父親在家。 我父親在家。 你看這花花的寫好片,你們曬個棚圈多轉掉了。 我的父親在家。 我的父親在家。 她的母親不在學校。 女人 casa我先生。 母親叫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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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團男朋友說,是我的母親。 母親叫母親和母親。 母親叫母親,母親內姥姥。 母親叫母親呢。 還有啥地兒,姊姊肯定不會去田地,這是不是女士門都這麼懶,還可以在哪兒啊,非常好,不在北京,地點吧,咱多學了,北京是啥呀,Working,一日暈不在北京, 不在北京,不在北京,你看學的詞都不能學一支用,不在北京,不在北京, 郭京,和當時的漢語不在乎,沿用了這個清代的文字, 那個北京 北京也算是 算是第一大城市 咱說第二大城市 不是寬城 寬城怎麼說呀 這個寬城我們目前也沒發現 那個限制或者什麼有關於它的蠻語稱謂的詞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它異了 寬敞寬大的城市 寬大的城市 現在都直接給他們異了 不知道以前呢 這個名字叫什麼 我們也沒花太多時間去查 我們先認識個詞 隨處可見 現在你們寬城 到處都可以見到滿分 不要迷信你們寬城 你所見到的滿分 也不要迷信咱們在黑板上寫的東西 一切聽從內心的照顔 聽從你大腦的判斷 因為我們這個線裡邊有很多是幾十年前寫的 那個時候呢 找的人也不一定會 找的人會呢 做牌子的人不一定會 他給你做的這爛蠻花刀 比如說這個給你翻著貼著 倒著貼著 給你倒兩腕著貼上去 那種字非常多 還有的是完全不搭尬 有的是一個滿文輸入法 輸入漢語拼音 出了很多毛毛蟲 就是非常帥 我說的地方不是寬城 那個美類的地方叫風景 就這麼好 這念什麼 是歐嗎 還有恩呢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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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哪回答 這個當然你可以認為是一個 但是脈裡都沒有這個詞 沒有這個詞 所以它就不會是 你看著自行上 確實是可以 你這個能力很好 我這輩子活這麼大 我都沒想到的事 我們就寬大的 它有一個城市 這個要會啊 就是這個作為一個官程人 自己的 活過活的活 是吧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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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過呼和好特嗎 就是那個好特 呼和是青色的 所以呼和好特叫青城嘛 它那個蒙古語也是好特 咱們這個好特 是一個同圓詞 滿滿的同圓詞 表示城市 呼和好特 就是呼和好特 呼和就是青色 那寬城好特呢 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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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是寬城人 我是寬城人 我是寬城人 那就是這樣 寬城好特 加一 寬城的人 你屬於寬城 對吧 寬城好特加一 這個兩嗎 那這麼一說呢 我這又來事兒了 好特後面這個一呀 不能讀成一 它要讀什麼呢 讀成 太好了 讀成你 發生了增音現象 因為它前面是個N N 後面那個一呀 要讀成你 要讀成你 你懂嗎 增音 不叫連讀 如果叫連讀 就叫好特尼 咱們是 好特這個N沒掉 然後同時又給它增了一個N 這個這個 很多語言有這種現象 我問錯 火吞吞吞吞吞吞吞 是吧 這個時候你就會介紹自己了 大家好 怎麼說呀 哥倫三老 或者哥倫三雲 我叫啥啥啥 這還沒學呢 我叫啥啥啥 但是你可以說 比 對吧 迷你可不 我的名字 迷你可不 我的名字 迷你可不 當老三 對吧 比 我去 王朝火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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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剛才這兩個 這個 你們的 老師 這老師了 你們的啥呢 你們的 你們的朋友吧 你們的朋友在寬城嗎 你們的是啥的 今天晚上必須得背 否則的話 我又沒給你們留作業 如果明天我發現 你們對今天的內容付出不下來 你給我舉例子我就會發現 他明天開始就大量留作業 我也活不去了 我晚上不睡覺 我這個也給你們看作業 所以我們今天不留作業 是讓大家複習今天 尤其是今天講的 這些內容 說你 你們的朋友是啥意思 不處 不處 說你不處 你們的朋友在寬城嗎 應該是 呃 你們的朋友 呃 你在嗎 說你不處 你們的朋友 currency 你有ifie OOM 所以你會出紅色火星的比農,對,丟。 你們的朋友再翻譯吧。 有和在都是B,有和在都是他。 因為這個結構是甲處有乙,這個是乙在甲處,所以有和在都是B。 當然B名是可以吟譯的,沒有問題對吧? 我就直接吟譯為寬乘,可以,只是顯得low了一點。 如果什麼玩意都陰譯,那就顯得更low一點。 桌子上,書啊戶,這就沒什麼意思。 我們翻譯有些人,或者有些人群啊,翻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看哪翻譯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在想這東西能叫蠻乙嗎?很難那麼說。 你看你們憲政府的牌子都是。 滿柱、共產黨、委員會。 全都是好玩意。 因為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滿語不能有新詞,這個我非常不能接受。 新詞是任何一種語言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產生的現象。 電水壺沒發明之前,漢語中也沒有這個詞。 電腦沒發明之前,漢語中也沒有電腦。 對吧? 電視沒發明之前,你跟慈禧太后說,太后,我一買個電視,她不知道啥是電視。 那人連電視啥都不知道。 新詞可能要隨著新事物的產生,任何一種語言都有產生新詞的能力。 產生新詞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派生,可以拜來詞,可以就詞心用,有很多種方式。 對吧? 最後一個例句,我們說,書不在桌子上嗎?桌子你們不會說,是吧? 桌子也很簡單,寫一下。 這個桌子呀,還是個規詞呢? 念什麼呀? 桌子。 得,是吧? 得人。 得人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桌子,第二個意思是臉。 你發現它也是有這個相同之處的,是吧? 其實就是面,面。 得人。 得人是桌子,或者臉,都是它。 洗臉,就是洗。 你說你的臉。 得人。 沒臉。 沒臉。 沒臉咋說呀? 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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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把這詞告給大家。 你看,這又學意罵人的。 得人。 沒臉。 它可以作為一個形容詞使用,沒臉的東西。 東西。 東西是啥的呢? 你寫一下吧? 今天我就不怪你。 明天再看。 扎卡。 扎卡是東西。 得人。 本來就已經可以說,對吧? 得人。 沒臉。 不要臉。 都是得人。 它可以作為一個形容詞的結構。 得人。 不要臉的東西。 沒臉的東西。 誒? 這個東西挺好玩的。 得人和阿庫,它倆還可以,作為和。 你發現如果我說得人和阿庫。 得人和阿庫。 你聽了有點像一個詞不? 像什麼詞呀? 得人和阿庫。 它作為一個詞。 作為一個詞。 作為這個。 作為一個詞。 誒,太棒了。 誰這麼聰明。 得拉庫。 其實就是, 得人和阿庫進行了縮合。 發生了一個, 這個原因的脫落吧。 縮合的時候發生了原因的脫落。 所以說, 得拉庫就是, 得人和阿庫。 這也是, 滿語, 構心詞的一種, 非常常見的方式。 就是縮合。 前後陰節, 拖一個或者拖兩個, 甚至拖得更多, 變成得拉庫。 所以說, 這就是形容詞。 不要臉的, 沒臉的。 那麼, 罵人, 不要臉的東西, 得拉庫詐。 我剛才有幾啥粒, 能跑這兒? 桌子大, 得拉是桌子。 書不在桌子上嗎? 書是啥粒? 你看, 你們現在已經, 章本都來了, 是吧? 昨天還不行呢? 今天說, 至少說這個詞, 書不在桌子上嗎? 桌子上, 那就是? 得拉, 得拉, 是吧? 不在嗎? 也假的嗎? 假不就是桌子嗎? 筆克, 得拉, 不在嗎? 不在嗎? 阿坤, 阿坤, 對,阿坤。 這就是, 書不在桌子上嗎? 書不在桌子上嗎? 這就是, 這個存在罪的, 兩組巨型, 基本上就重建了, 存在罪的表達方式。 這個結構已經非常明確, 不難, 不是一個多難的結構。 書不在桌子上嗎? 好, 寫完了抬頭, 我們把, 後邊這四句, 例句, 讀一讀, 回事也要讀。 我們去年這個培訓的時候, 都是讓大家錄音, 打卡, 我要聽的。 現在可以很高了, 我覺得你們今天已經進步很多了, 竟然沒人哭, 也沒人摔著哒哒的, 你哭一會兒摔著哒哒的, 你試試。 來, 來, 讀這四句, 明尼阿嬤, 包的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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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尼阿嬤包的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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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尼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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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火吞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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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我超火吞的標 我超火吞 我超火吞的標 我超火吞的標 所以不出我超火吞的標 我們好點 比特克 得得阿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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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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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求不能太高 这就是存在一句 这个 他不是要行了 他不是要上那儿了 我看你们这三篇已经有的差不多了 那么今天就讲这些 晚上回去必须要背 一定要背出这些东西 还要写 手还要写 如果你不写 你放心 你考试的时候一定拿不完卷 对吧 你还在这一个一个在那儿画字 人家找叉叉叉的写 而且咱们今年考试不可能是150分钟 最多最多是120分钟 而且今年的提量 会变 不会再有那个文字题了 去年还有一个文字题 简述一下你什么什么看法 今天没个事 今天全是 满文 满意汉汉 或者是小写作 小写作 或者介绍自己 或者介绍你家乡 你可以提前把一些句子好好背一下 介绍自己 对吧 我叫啥啥啥 我是满族人 我长得很好看 我这些教师 然后那个 我喜欢唱歌 我爸爸喜欢跳舞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平时要积累这些句子 最后可能会要有作文 有作文 而且 行吧 咱们今天这个 讲的内容就这些 我们看看 到了表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